诶 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吗 很大 但是它很轻耶 它好用吗 非常好用 你试着就知道打出去会有叮的声音 这堂课呢 我会教葡萄怎么去打一号木杆 一号木杆跟铁杆的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会把球呢 去放在这个T的上面 那它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球的摆位 原本七号铁是在两只脚中间 那以木杆来讲 因为它比较长 也要打得比较高 所以球的位置会是比较靠近左脚 站也会站得比较宽 会比较稳定 那基本上挥杆的时候呢 它的差异性就是 不要去刷到草皮 感觉是往上打的 好的 我这边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所以球位靠左脚 一样还是可以去做转身挥出去 然后优雅的收杆 OK 来 你试试看 诶 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吗 很大 但是它很轻耶 的确 优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让我们产生灰干的速度 OK 有些东西看起来大 它不见得叫做重嘛 知道吗 那它好用吗 非常好用 你试着就知道 打出去会有叮的声音啊 好 来 我们来看看你的设定动作 好的 所以刚刚我们说 打木杆的时候 球的摆位会靠近左脚 你的左脚内侧 所以你这只脚可以再站宽一点 OK 然后右脚再大一点点 看起来才会有威力 那你自己觉得太近的话 你看你的手可以稍微伸出来 对 你就会站得远一点 对 打木杆看起来很有霸气 对 就是这样 你左手可以稍微伸直 右手微弯可以 对 可以啊 看起来不错啊 好 你先练习做一个空挥干的感觉 好 因为你先尝试打到T 基本上你打得到T 你就打得到球 你可以先轻轻的挥 来吧 轻轻的挥 挥到T 可以啊 我想肯定打得到 我们直接来试一课好不好 好 好 来 自信心十足 可以 你专心的打到T 球就会飞出去 好 好 来吧 很好 优雅收干 对 我帮你hold住 hold住 我帮你调整一下 好 看着远方 想像你打到300码的位置 对 撑住 自信的眼神 好 我们的心事 好 我们的心事 好 你看我